好 今天全台新增的四例的确准个案 其中的四例都在新北市 但是两例是这个居隔的阴转阳 而这其中另外两例案例呢 其中一例三重个案 它是在12号跟15号 搭乘台铁 晚返台北跟花莲 参加40人的宗教活动 花莲县府接获通报之后 今天紧急的到它的足迹 包括民宿 店家 还有佛堂进行倾销 新北市的新增确准个案有示人 指挥中心公布23号新增四例本土病例 全部都分布在新北 其中一名三重的个案 确诊前曾经搭台铁太鲁阁号 往返台北花莲 还参加了宗教活动 花莲县府接获通报 立刻在佛堂街道进行大规模倾销 这名案1604012号前往花莲凤林镇 参加了40人的宗教活动 15号离开花莲 发现身体不舒服 快筛结果是阴性 但是22号再到医院进行PCR筛检 竟然应转阳确诊 经过了我们民政处 以及我们跟个案 还有相关的人事访谈之后 确定没有花莲的相亲参与 个案在凤林的活动 都是用步行的方式 三重这个个案的职场 是在台北市 我们发现应该是 他是被他的朋友所感染 新北市四例确诊者中 有两例是居家隔离鹰转羊都在板桥 按16041的公共场域足迹 16号到21号都和台北市确诊同事 一起到Virgin板桥双十店 18号还又到过渝中渝文化店 全联还有桃雨馆水族店 另外两例中和和曾经到过花莲的三重个案 感染源都还有待厘清 确诊者足迹散布两线市 相关单位都绷紧神经 要断绝所有可能的传播链 接着综合报道